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說過公屋的鬼故 接著又跟你說過 香港的村屋鬼故 香港其實原來有很多 罵鬼的事情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學校鬼故 有人說 說鬼故怎麼會少得學校 原來香港有很多學校 亂葬岡、夜晚 有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出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人說肯定是哪間哪間 原來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那間當然是達德 除了達德之外 還有哪間是古靈星怪 很多鬼的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小時候讀小學的時候 這些學生經常都會說 哎呀,這裡好有鬼的 好恐怖的 那時候我也聽過不少 我自己 我那時候在修紀灣讀小學 我那時候在修紀灣讀小學 躲著半山腰 因為它多石 有時候晚上 可能是在冬天早上收太陽 陰陰沉沉的 或者下雨的季節 天陰陰陰 那些同學生經常都會說 哎呀,那裡好猛 經常都說到那個集物房裡有鬼 很多這些東西 當然,明明沒有的 都說到你毛管洞 小朋友不懂 就覺得肯定是 有時候有些人 不知道在哪裏收到封 就說這裏是 亂葬岡 又說日軍在行刑 又說什麼 導致到晚上 那時候我聽過 摩星嶺 不是說學校 摩星嶺 其中一個都很猛鬼 說有日軍 有人見過在那裏操兵 我試過的 在凌晨時間在摩星嶺 但你問我 其實那地方都很陰森 尤其是有些地方 類似防空洞 還是營舍 我不知道 那些房子很長 好像人家住宅軍隊睡的地方 但電筒一照 看不到底 哇,這麼恐怖 當然我們都比較用這漂亮的電筒 無管動 當然我沒有試過在摩星嶺看到鬼 除了說這些地方 說學校 原來很多學校都有些怪事連綿 我們看看究竟有些什麼 有人說 一定是達德 據聞 香港最猛鬼的學校 因為曾經入選國家地理頻道 亞洲十大恐怖地點之一 有人又不熟 達德小學 在平山 為何會這麼猛鬼 原來當時有傳聞說 有村民因為抵抗日軍 而被殺 那些屍體被撞在山邊 變成亂撞缸 哇,這麼恐怖 更加有女校長曾經在男廁吊頸 女校長要男廁吊頸 為何女校長不是女廁吊呢 好了 達德這間學校 曾經被用作監獄 不單止 試過有十二名初中生 去達德學校探險懷疑撞邪 說到說 互相捏頸 互相自殘 更加看到紅衣女鬼 伏在學校的墳頭上 是的 因為 很多人都走過去 很多Youtuber 都特意去看達德小 其實我身邊都聽過很多 因為很久很久之前 那時候認識一群打WARGAME的朋友 說的是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群朋友說 那時候很流行 他們還說是玩街場 嘗試過說 去達德小 打WARGAME 那些人說 很猛鬼的 很恐怖的 真的看到鬼的 各樣那樣 當然 我還沒去過 我就不知道 其實 我試過 說到元朗平山 這間特德學校 我試過有一次 跟人夜探 在屯門 那些舊底的舊屋 說到好像 唐 不是唐樓 很古典 那間屋門牌 有個年份 不知一百多 九幾年 那些 那些 但容容難難 試過有一次 跟一群朋友去 那些地方探險 哇 一去到 我們馬上掉頭走 怎樣呢 就是 去到那個地方 因為那間屋很難 外牆都失收 裡面好像獨立屋一樣 可以走樓梯上去 一走到 那一走到 沒有遮掩 沒有遮掩 其實是很開揚 走到上面 然後走上去 上一層 然後看到 有人剛剛裝了香 即是點著了 但是沒有人 然後我們看看 不是吧 有人在這裡 拜祭 不對勁 走 嚇到我們一群人都 然後到樓下 明明沒有 沒有人點香 又有看到 有些香 點著了 嚇到一群毛管毒 一聲走 你未必有時候 看到實體的幽靈 但是你去到這些位 都不得你不怕 說到達德學校 1931年起 在香港元朗平山 停辦了學校 1998年停辦之後 一直都荒廢 一直都有罵鬼的傳聞 另外 第二間 就說到 油譚美學校 原來這間油譚美學校 在04年獲得教育局拔 1500萬修建校舍 但是農村衰落 而修身不足 在06年殺孝 孝舍荒廢似金 那樣 即是說到那些村子 那些 說到說 有人在那裡取景拍攝 就進入那些舊式的村囊 好 逢是這些舊式村落 那些掉落 那些漆 然後變得爛爛融融 是幾恐怖 日頭去那些都是很害怕的 因爲它爛爛藤多 裡面是涼涼的 你總是覺得人家疑神疑鬼 另外 就說一下 有一個叫山貝仁興學校 試過有網民分享 一行十幾天 去山貝仁興學校探險 看到這間小學二樓 有個女人看著他們 當時全部都怕得馬上走出來 其中有三個感覺到 後面有人推他們 同時三個跌倒在地上 手腳拆損到出血 原來仁興學校是1920年開辦 全部都有分享歷史 原本是山貝村臨時中置的私屬 後來受到不少善獎的捐款 擴充校舍在仁興嶺之上 去到53年8月建成新校舍 說到學生人數慢慢減 去到88年就停辦 所以學校就荒廢 我記得走山 有一些舊底的爛屋 在松林裡 在森林裡 也挺恐怖的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 可能不知多少年 寒風年剩下的東西 那些石屎都剝落到七七八八 加上樹、環境、爛藤附近 有時候特意去探險 看下去就不寒而律 原來香港也有這麼多荒廢學校 另外說到在順義學校 在荃灣 1960年創校 七層樓高的校舍 06年收到殺校令 10年到11年就停辦 1917年 曾經有六個青年 進入荒廢校園 探險被人拘捕了 就說他做過度性房屋 我覺得這些新的很少 要很舊 很熔爛爛爛的才行 因為這種幾層樓高的校園 還是有新的味道 裡面很難傳出 鬧鬼而魂 另外說到葵聰公立學校 1952年創校 前身是戰前的昆財學校 原名是荃灣葵聰學校 就是屬於一單層平方式的設計小學 到了2007年就停辦 後來校舍成為無染雞籠 不單是校舍門被人拆了 裡面更加有大量的graffiti 周地飲品、食物的垃圾包裝 很多人可能會去那些地方探險 因為有舊的傢俱 有家具 有些人覺得很恐怖 也有的 但是這些會不會有什麼鬧鬼呢? 不一定有的 你要去夜晚 月黑風高 有些風呼呼聲 然後那些門就砰砰砰砰 砰砰砰 這樣你就會害怕 另外就說到 博圍公立學校 原來是1957年開辦 前身以村屋為校舍的御方學校 去到1996年停辦 就說是一所已經完全停運 並且荒廢的鄉村式學校 校舍一兩層高 裡面有辦公室和課室 而說到荒廢程度 引起很多人去拍攝 在香港著名廢墟之一 特色裡面 就有音樂室一部鋼琴 哇 這些很恐怖 如果你想想 裡面有些鋼琴 有些工具 突然突然 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誰彈琴 馬上走得很像 你知道的 裡面那些垃圾 其實還有一股臭味 有些乎味 怪味 突然嚇死你了 原來 試過有人去駁維公立學校 拍到灰白色的奇怪現象 更加可以問筆仙 這些碟仙筆仙的事 說得很邪 有位主持問了七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筆仙你停留在這裡有多久 筆仙回答就是七 不知道七年還是七日 第二條問題 問他是男還是女 於是答就是女 問他是否住在這裡 是的 問他屬於哪種靈體 魔 魔 OK 筆仙現在處於位置在哪裏 下 全部都是單字 更加問他 現場那種水果香味 是否屬於筆仙 是的 問他喜不喜歡人類去探望他 就說是否這樣 好像有些古靈精怪 加上那些黑板 大家記得嗎 我現在不知道現在的學校是否用黑板 有些黑板 通常被人畫到花 然後有木框 有些熔熔爛爛的味道 這些都是非常恐怖 明明黑板沒有東西 為什麼突然又有東西呢 這樣 好了 說到原來 在市區 牛頭角彩石理校舍舊子 這個聖約室英文中學 就被人空置到現在 就不時有很多人潛入去打窩遊戲 就說有去桃鴉等等 就說 裡面原來 就說校舍有一部舊式的光錦門邊裝置的古路電梯 可以去到神父的居住地 學生一直被人禁用 這個聖約室英文中學 牛頭角彩石理舊舍 就在1967年營運 去到11年1月 去到九龍東清水灣道的平新校舍 那裡面 應該這些都不會很鬧鬼 就說到 梅窩廢校 在這個叫做 南若區的中學 在這個地方 裡面就說到 因為收身不足 結束停校 是大嶼山的連環校舍之一 也是梅窩區裡唯一間中學 原來很多人試過 用廠廢校影 裡面聽過呼吸聲和口水怪聲 咦? 口水怪聲是怎樣? 呼吸聲 這樣嗎? 還是你自己而已? 在沙田排頭學校 這也是非常恐怖 說到裡面都比較舊 但排頭村 很近火車站 不會很恐怖 這間九大神秘故事叫鬼谷學校 我自己經歷過 有所謂的聽人說 真的現身見過 很多人都說是真的有個猛鬼的 很恐怖的 但你問我 是不是真的還有呢 有些地方我覺得是沒有開名的 在一些森林中 在一些松間中 那些才是恐怖 不知道多少年 裡面又有那些舊底的鐵罐 這些有時候你去探險 有時候真的不寒熱 因為有時候試過深夜夜闖這些地方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來的 我記得那時候沒有Google Map 哪有Google Map 那些定位是靠人帶我們去玩的 打算試試闖一下 看到都害怕的 心驚膽調 想不到香港除了這些猛鬼商場 猛鬼酒店 還有這麼多猛鬼小學 會不會有遺漏呢 我相信有很多學校都會有這些傳言 那時候說到不知道誰死了 我試過讀一些中學 有地牢 那些地牢很神秘 很古靈精怪 因為正常不讓學生去 所以就會出現了很多謠言 那裡藏起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又說到不知道是不是亂撞綱 所以不讓人去 很多墳頭在裡面 你猜會不會有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又信不信呢 或者你又遇過一些什麼 神秘 這些叫鬼古小學 你又去過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整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